世界的至尊摩托婆苏丹万岁 想一切美德和真理的化身 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托尔汉太后致敬 到我身边来吧 听说有人正向你敬禅眼 太后 汉含虐祸杀人 我知道一定是那个突厥女人生的儿子扎兰丁告诉你的吧 那是个和禅眼一起降生的与搬弄是非为双胞胎的孽种 由于惧怕蒙古人又仇恨我的钦察血统诸汉 才有意给伸张正义的海尔汉构筑的罪名 你们说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那好 那个突厥女人生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他低贱的血统 是不配做哗啦子魔的王储的 那是钦察王妃生的儿子沃斯拉黑才配当王储 做 只有他才是世界征服者的最合适的继承人 太后 太后英明 很好 你记住 只有钦察的朱涵才能够帮助你去征服东方的异教徒 去准备打仗吧 西方的基督徒们已经被你打得落花流水了 现在征服蒙古人的荣誉在等待着你 你去吧 此次出使花拉子魔的人怕是凶多吉少 大汉 也不敬然吧 你有办法吗 穆罕默德是花拉子魔人 他熟知对方的风土人情 我看可以担当副使 对 他去可以保护使团的安全 正是可以派维吾尔人震海将军担任 他也是穆斯林 震海有胆有识 足以担此重任 大蒙古使臣真正的穆斯林震海 拜见花拉子魔苏丹陛下 蒙古使臣阁下 俺是宽宏的 你们是因为你们的成吉思汗 苏丹派遣大批间谍刺探我国军情 破坏牧林关系的事情来道歉的吧 苏丹陛下知道东方古老的中国有句非常有意思的成语吗 什么成语 掩耳盗铃 什么意思 是说一个窃贼去偷别人家的同龄 愚蠢的以为堵上自己的耳朵 别人也就听不见铃铛的响声了 大胆 苏丹陛下 在贵国俄德拉城出现的事件真像是那个城的城主海尔汗 抢劫了我国的商队 虐杀了我们的五百名商人 这是害人听闻的罪恶 那五百人是奸细 有谁听说过或见到过五百人走在一起的奸细吗 你就是那个杀人越货屠材害命的海尔汗了 以苏丹陛下的明智一定不知道海尔汗的胡作非为 本使臣受成吉斯汗的重托 强烈要求苏丹陛下将海尔汗拿下 交本使臣带回大蒙古国发落 以证明苏丹陛下与此事无关 并表明和平相处之诚意 往苏丹陛下三思 本苏丹不必三思 处决蒙古奸细是本苏丹的旨意 消灭一切异教徒是本苏丹的宗旨 那好 苏丹的这些话 我会一字不漏的传达给成吉斯汗 告辞 不能放他们走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来 来 在 把这个异教徒给我推出去砍拉 是 你们要干什么 我不是异教徒 我是穆斯林 那你就是安拉的叛逆了 莫克莫苏丹 我警告你 你今天杀了我 明天成吉斯汗的大军会把我鲜血见过的玉龙劫尺称 以为平地 走 等等 郑海 我让你跨进地狱之门以前 听清楚了 本苏丹的长矛所指 巴里黑 耶利 萨玛尔干 巴格达的统治者 他们都要闻我的遗禁 至于基督徒沃罗斯人只配给我当干粗活的奴隶 你的那个成吉斯汗根本踏不进正教徒的神圣国土 我就会给他在沃南河源头找一块葬身之地推出去 走 苏丹陛下还有两个留着干什么 我自有我的道理 把他们押进地牢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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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让我做他们的奸细 那我们怎么办 答应他们吧 我们一定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把这儿的事告诉成吉斯汗 穆罕默德 出来 你跟那个穆罕默德谈过了 谈过了 他同意做我们的间谍了 伟大的苏丹的意志可以征服任何人的灵魂 好 叫他过来 快点 真主保佑你 本苏丹亲自接见你 你应该感到无限的荣耀 是 这荣耀将伴随我走完人生最后一步 不 我将把这荣耀带进天堂 你是化了紫摩人吗 家主育龙劫炽 是正教徒吗 全能的阿拉德仆人 为什么成为蒙古的使者 本人在东方经商 有机会认识了慷慨的世界征服者 当然了 谁也比不上您 信仰的保护者 伟大的苏丹 我所统帅的化了紫摩已经征服了西方 我就是西方各国之君 诸国的统治者 我就是全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哈拉伯人 哈拉伯人 波斯人 突厥人 康里人 还有 火罗斯人 哈拉契丹人 无论什么人 他们都必须跪伏在我的脚下 我拥有当今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玉龙劫炽 还拥有一支可以使任何敢于抵抗的异教徒立刻毁灭的强大军队 你的那个成吉思汗有什么 他什么也没有 你在抚衍我 我对着安拉发誓 伟大的苏丹 全蒙古草原 连一个城市都没有 那些相当于我国的帕克光源的诺言们 值得夸耀的财富就是那些 不会说话的牛羊马 还有骆驼 还有会说话的妻妾儿女和成百上千一无所有的奴隶们 而常常困扰他们的是难以对付的 想象不到的 不断减少的牲畜 和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灾荒和饥饿 依我看 他们那里是穷困潦倒 一无所有 他们有宫殿吗 有 也可以说没有 什么意思 成吉思汗住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宫殿 蒙古人称它为金鼎大帐 那是一个用毛毡围起来的供诺言人议事的地方 毛毡 对 真是太愚蠢了 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用金砖碧瓦建成的宫殿 真正的宫殿 好吧 以后我会慢慢的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宫殿 我们砍掉他们愚蠢的脑袋 他们就什么也不必知道了 听乃曼部的太子驱出力说 成吉思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不 您只要看到他们的人骑的马您就知道了 怎么 我可以用我最尊贵的胡子向您发誓 比起哗啦子魔战士的突厥蛮马 他们骑的简直就是兔子 告诉我成吉思汗在干什么 他对商队的事情非常生气 不过他的诺言们更为愤怒 所以才派使团来要回凶手 平复诺言们的愤怒 诺言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 就像我们的博客 就是蒙古的王公和将领们 成吉思汗没想打仗吗 想啊 不过他在南边打金国 在西边打西辽 西夏国也随时提醒他不可怠慢 他分不出兵力来 再说他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 如果打哗啦子魔 他就得骑在马上走一年半的路 中间还要经过高山隔壁 等到这儿他就散了架了 他似乎应该再年轻那么一点 加上今年春天下了一场暴雪 冻死了许多牲畜 蒙古人正在挨饿 好吧 把那些金币赏赐给他 那是一百个金巴厘士 安拉 这么多的赏赐 伟大的苏丹 安拉的庇护永远不会离开您的 穆罕默德 为了让成吉思汗相信你 不得不让你受点委屈了 走 走 烧掉他们的胡子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放开我 海尔汗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放开我 徐楚丽这小子 仗打得不怎么样 可腿比兔子还快 又钻进胡探城了 我们已经离开家乡快两年了 要啃一下这块骨头 少说还得半年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回不去家了 未必如此 曲出律荒不择路 误入歧途 此期不远了 你是算命的方式 还是跳舌的撒 曲出律逼着这个城里的伊斯兰教徒 改信曲出律信奉的警教 或者改信魂呼皇后信奉的偶像教 那些穆斯林们不肯顺从 他们便把教长盯在伊斯兰教学院的大门上 而且让兵舍们一人住进一户教民的家里 奸淫掠夺的事实有发生 市民新者施天下 这个曲出律已经走上绝路了 那又怎么样 回去吧 晚上我自有道理 走 成吉思汗的国家里有讲七种语言的臣民 有信六种宗教的百姓 蒙古人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 可以保持自己祖先留下的规矩 蒙古人的存在真是一种慈悲 是一种神恩般的仁爱 这是来除掉撒旦驱出律的 绝不侵害胡探城的百姓 那还等什么 先杀了在我们家里无恶不做的义教徒 再打开城门 放弃蒙古人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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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 什么事 这边杀金城来了 什么 这边杀金城来了 国王 我怎么办 国王 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为我保持贞洁 抓住他 抓住起序率 抓住他 停住 给我停住 这取手率 打个大 快 别动 抓住 你就是起序率 来 把他的腿给我剁了 是 慢着 把他交给湖潭城的百姓们处置 快走 让城的蒙古兵全部撤出城 不派兵守城 这些穆斯林会替我们守城的 伟大的苏丹陛下 正如蒙古使者所说 蒙古人有一支军队 正从东边上来 占领了西辽国许多城池 西辽国恐怕是朝不保夕了 苏丹陛下 存亡则齿寒 我们不应该坐视不救 难道你忘了上次去处理贝蒙的事了吗 对于这种小人 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伸出救援之手吗 不 绝不 可是从另一方面考虑 我们倒是不该袖手旁观 西辽这支羔羊不应当让蒙古人吞下去的 应该全部归华拉子罗所有 我还听说取出律 强迫国内的伊斯兰教民改变信仰作为宗教的保护者 我不能不管 而且为了让所有的穆斯林知道 我是唯一的信仰保护者 这次我要亲自带兵出征攻打西辽国 你们俩 诈祥做得很对 麻痹了花拉子磨的苏丹 可是他们烧了我们两个人的胡子 胡子是我们穆斯林权力的象征 他们烧了我们的胡子 这就等于剥夺了我们生存的权力 穆罕默德 你们是为了我才遭受这种歧视大辱的 你们的每一根胡子 我都将要花拉子磨的伯克曼拿性命来偿还的 先去休息吧 大汗 如果说杀了我们的商队还可能是误会 这次杀了我国的使臣就是公然宣战 傅韩 他们两次杀了我们的人 这个仇一定要报 镇海先生被害 他是跟大汗一起喝过班中尼湖水的功臣 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投奔大汗的 他不能白白的死去 大汗 我带军队再去一趟 把苏丹和什么海尔汗都给抓来 对 我也去 把他们都抓回来 烧掉他们的胡子 再砍掉他们的脑袋 傅韩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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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这一仗势彩必打 你还等什么 等着浙别和郭宝玉的消息 我已经通知了驿战 派夹击使者去打探军情了 大汗 叶绿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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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给你两万人在西边的阿拉泰山脚下屯垢 我想我进行的这场战争会是很长很苦的 你那里将成为我可靠的依托和后方 我明白 如果这别的智谋也像他的剑法一样 争讨西辽的战争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可他身边有一个智勇双全的郭宝玉呀 你们看王国人 停下 你们先不要动 我们没有投花拉子摩宣战 我先去问问他们的来意 走 来者可是花拉子摩的苏丹陛下吗 不错 没有什么必要通报你的姓名了 反正无论你现在是谁 过一会儿就会像其他蒙古人一样将成为死尸的 每一次死杀都会有人变成死尸的 士兵和苏丹都不能例外 不过我们的成吉思汗 并没有命令我们同花拉子摩交战 我们是来征讨奶蛮部太阳寒的儿子取出律的 取出律是花拉子摩的盟友 西辽是花拉子摩的牧林 你们来攻打西辽 杀死了屈出律就是冒犯了花拉子摩 告诉你们的统帅 准备用头颅赎罪吧 苏丹陛下执意要打 我们也只好奉陪了 抓住他们 搁下他们的耳朵 是 太阳 我们是征服世界的勇士 不是巴格达气贼 扎兰丁 已经不是王储了 不要来教训我 算了 你们的火器还是向蒙古人发泄吧 左近右近散开 今天连一个给成吉思汗报丧的蒙古人也不必留下 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了 啊 早安 起来 快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们 瓦剌紫摩苏丹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甘蔗 甜点蟹 葡萄干 瓜干 还有你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香蕉 菠萝 伊拉克藻 走吧 开开眼 去尝一尝吧 快快快 走 这位将军 这样下去 非让他们吃掉或可 这些高鼻子的人挺难对付 郭将军怎么办 用成金思汗的掏心法 先攻打他们的两翼 等中间撕开口子 直取他们中军 好办法 孩子们 给我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挡住 挡住 给我挡住 挡住 孩子们 撤吧 不让给他们纠缠 追上蒙古人 不压着他们跑酿 别追了 他们是狡猾的异教徒 当后续部队上来再教训他们吧 哗啦 子摩 这算什么 回去禀告成金思汗吧 等成金思汗发令 让我打回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活捉 那个爱吃甜食的 骄傲的龚山羊 麦克莫苏丹 对 驾 至费你所著的 《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 在谈到花啦子摩苏丹 接二连三的愚蠢 而狂妄的行为是说 谁要是种下枯苗 谁就无收获 可是 谁要是种下仇怨的苗 那大家一致认为 谁就将摘取悔恨的果实 这么说 驱除率确实是死了 这会大概连失手都被野狼吃光了 你们是不是同花啦子摩苏丹遭遇了 是的 好 来 上面坐 怎么样 我是说他们是不是很强大 好像并不那么强大 顾宝玉将军 你认为呢 应该说这支军队还是很强大的 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大汗的战法 恐怕就回不来了 我没有大汗的指挥 花啦子摩的军队就不难战胜 好 该我们用哪刀 跟花啦子摩的苏丹讲讲道理的时候了 召集所有的诺业 我要召开库里台大会 是 是 公元一二一九年四月 为征讨西方大国花啦子摩 成吉思汗在沃南河老林召集朱弟 朱子 朱将 举行了高级军政会议 即库里台大会 坐下吧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 这是关系到大蒙古国荣辱成败的大事 大家都说说吧 是战 是和 还是强 战 黄金家族的人可以战死 却从来不会投降 对 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有用我们的弯刀去证明蒙古人的尊贤 对 对 我们的皮肤是黄色的 可我们的血同样是鲜红的 花了紫摩人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我们一定要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他们的乌乎河 富汗 他们砍了我国使臣的头 我们要让他们所有城市的十四路口都堆满上千颗的头颅 富汗 你年事已高 就留在沃南河畔等我们胜利班师 不 我要率领你们 把成生天的惩罚无情地夹在那些恶人的头上 成吉思汗 好 四弟帖木格 三公主阿拉赫别姬 汗兄 你们二人为大蒙古国监国 在我西征期间 留给你们三千户人马镇守草原 保护我耳朵 是 是 朱弟 朱子侄 朱万户 千户 随我西征 霍兰飞从军而行 抚慰军队并照顾我的起居 博尔帖及朱飞都留在自己的沃尔朵内 明天清晨 祭其出征 是 大汗 大汗 臣妾有话要说 都坐下 你站起来 有话请讲 大汗 但凡有生命之物 都不能久生长存 您年事已高 这次远征要翻高山 约大河 冒风霜雪雨 迎刀枪攻使 假如您像大树一样的身躯突然倾倒 这纪麻一般的百姓交给谁来治理呢 叶随 你怎么想着大汗早死呢 大汗 我姐姐不会说话 请大汗饶恕 大汗 大汗 臣以为让叶随妃把话说完再治他罪也不迟 让他把对大汗恶毒的诅咒说完 不许这个塔塔尔女人诅咒我们的成吉思汗 连我这个叔叔还能骑马射箭 大汗会万寿无将的 成吉思汗 万寿无将 对 万寿无将 万寿无将 王寿无将 成吉思汗 大台 有长生天的气力在我身上运行 我难道害怕一个女人诅咒我吗 叶随你说吧 大汗 臣妾以为任何人都不会长生不老 只有长生天才能长生 大汗就是长生不老 对 长生不老 大汗 您这次以花甲之年远征数载 不可不为后事着想 您应该在临行之前 在您的儿子之中确定一个继承人 也好让诸位子弟 全体百姓 这些人和我们这些贱婢们都能够了解您的旨意 叶丽楚才 你怎么看 汉人将立诸大士黎明为国本 也虽非虽为女流 但是他的见解却是须眉男子感到羞愧 老师叔 你以为呢 臣以为传国事件大事是应该及早确定才对 我不如也随妃有远见 也随妃 你坐下吧 谢大汗 也许也随妃说得是实话 这说不上是诅咒 我但愿自己能长生不老 可是我的头发还是白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倒在西征的路上 哭什么 死在马上是蒙古巴特的荣耀吗 至于传国嘛 因为我不是继承仙人手里的韩位 而是自己打出的天下 所以把这件事情给疏忽了 大汗 臣妾以为也随姐姐的意思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传国是件大事 必须传给战功卓著的狄生亲子 我的儿子太小 又没有经过战争 所以臣妾以为 应该在国后博尔帖的四个杰出儿子中 选出大汗国的继承人 好 准奏 朱翅 你是长子 你说说这件事怎么定好 傅韩 傅韩 您让朱翅先说 是不是要把天下委托给这个密尔妻人那里捡来的野种 你 你说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听到傅韩对我有什么异言 父母都没有对我另眼相看 你凭什么说我是密尔妻人那里捡来的野种 有个亲眼见过你出生的人对我讲的 谁 我用不着告诉你 那你就是胡说八道 我在老鹰见过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 那个人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唱歌台 你给我住口 我不准你胡说 唱歌台 你要为你刚才的话付出代价 那就来吧 我还怕你吗 有什么本事 比比利器 你能战胜我吗 我不跟你比利器 那咱们就比剑法 我干嘛要同你比剑法 那咱们俩就决斗 谁输了就躺在地上永远不要起来 我不跟你这个没有资格密尔妻人决斗 住手 附罗 附罗 附汗 谁告诉查核苔说诸斥是勉尔契人的儿子 谁知道 说出来 我知道 是扎姆和阿勒坛滑神里的唐兄侯察尔告诉查核台的 查核台 是吗 是 胡叉是恨你父亲不死的豺狼 我悔恨没有早一点割下他散布毒眼的舌头 茶河台王爷 我 哲勒灭肃不抬 忽必来投奔你父亲的时候 你们家连喘气的养狗算在内 有生命的不足几百这个数目 我们都曾亲眼目睹了那场 那场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的变故 是的 你贤明的母亲是被人掠走过 是你场可恶的战争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不幸 茶河台王爷 你怎么可以倾信仇人的谣言 心口开河 这怎么能对得起你慈爱善良的母亲 朱池王爷出生那天 我就在大汗身边 我听到过扎木河对朱池王爷血统的第一次捕风捉影的胡说 你想一想看 凡是仇恨大汗的人都希望大汗怀疑朱池的身份 你怎么还能相信这些 作为外人 也许我言重了 茶河台王爷 你欠不该万不该当众指责你母亲悔恨终身的事情 不许我 有长生殿 难道我这辈子受的罪害不够吗 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还要用这种办法来惩罚我 嫂子 不见 不见 报应 不见 傅海 儿臣知错 二臣错了 母亲 不尔叔叔 他们不是已经教训过二哥了吗 阿勒赫别急 我想死 母亲 快别说傻话了 母亲 母亲 我也许在命而起人强缺的时候死了就好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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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出去 哥哥 就连我这个做妹妹的都听天目龙姑姑说过 在傅寒没有立国以前 母亲就从富庶的洪吉拉布嫁了过来 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从来没有左顾右盼三心二意 母亲用衣袖当枕头 用衣巾当手间 拿草根当食物 宁肯自己忍急挨饿 也让我们吃饱穿暖 这些你们作为年长的哥哥比我要更清楚 那为什么还要伤母亲的心 母亲 您别伤心了 是儿子错了 母亲 我作为长子 没有能够尽孝心保护母亲 反而被权力迷住了心窍 和茶河台相争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厚爱 是儿子错了 母亲 是儿子错了 母亲 你要是实在气不顺 您就打我们吧 母亲 求求您别哭了 母亲 哥哥们知错了 您就宽恕他们吧 从今以后 你们能不能不要自相争斗 行吗 行 行 母亲 好了 去找你们的富汉 认个错吧 是 是 母亲